哈喽,你们的失踪酒鬼Ivy回来了 这期呢,我就想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天 坦白一下我失踪了整个夏天都去干了些什么 顺便呢,教大家调一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杯鸡尾酒 它跟我们熟悉的玛德丽特非常的相似 最重要呢,就是调酒的材料 你在你家楼下的便利店都能买到 首先啊,我去哪儿? 我呢,整个夏天绕我的地球至少飞了两三圈 各种吃吃吃吃吃 蹲蹲蹲蹲蹲蹲 打卡了我此生最想去的音乐节 我把我要教你们的这杯酒调完 我再跟你们聊一聊我去这个音乐节的一些事情和感想 首先呢,这杯酒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个盐边 加上冰块 加入60毫升的龙蛇兰 洗上清淫,加入稀柚汁 最后满上气泡水 搞定,是不是简单 那这杯的稀柚加气泡水呢 你直接在便利店买稀柚味的气泡水去代替就好 省事 酸酸甜甜 而且这款酒喝起来没有那个龙蛇兰特冲的那个味道 所以就很好的如何在了一起 非常适合女生喝的鸡尾酒 分享一下我夏天在月节Tomorrowland的一些感想啊 如果你是很热爱电子音乐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去一次 还有14个舞台 每一个舞台呢都是一个独立的设计 觉得吧,最重要的还不是音乐 是去那里的人 参加那音乐节的人都是非常非常有爱的人 他们呢都会互相照顾一下对方 就根本不认识你 感觉非常非常包容的 因为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喜欢音乐而来 非常暖心的是什么呢 是我看到了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妻啊 在电音节 老爷爷给老奶蛋拿了一杯啤酒 还当您喝了 然后在那里跳了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一起去享受音乐 然后一起变老 哎呀妈妈 哎呀 OK 这期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 最近非常的忙 我一直都在忙那个harvest 就是我们现在这边要摘葡萄了 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 如果大家想看我今年2022年的 摘葡萄Vlog划分上方方意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完全不同的Ivy 拉里拉遢脏兮兮黏乎乎的Ivy 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 点赞关注赏83点 拜拜